刚刚讲的就是当当你在按一下游标插入函数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使用者定义 这个是你自己定义出来的 那未来当然你工作里面可能很多事情希望加快你的速度的话 那你可以增加很多很多很多个 然后未来当然如果你希望其他台电脑也可以有你写出来的函数的话 那后面我们还会再讲就你可以用争议集的方式把你写好的给别人使用 或者是当然如果你的成效给别人使用的话 除了用我刚刚讲的争议集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程式放在云端上面 叫他复制贴上 对贴上他就会用了 就类似像我这样的方法 那所以你们至少复制贴上要没问题 反正至少你这堂课学完之后 再怎么样你要拿我的去改都可以 OK 那没有一下子那么厉害的 什么都一下把它学的从头到尾学 但至少你要懂得用改一点东西吧 慢慢慢慢来 你会发现越来越有感觉 你效率提高了 你会比较有在投入时间的动力 OK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如何做出那个 这个方选 特别注意我们上上礼拜第一次上课的时候 有讲到前面如果是按钮一定是一个sub 那如果说呢 如果你要能够插入使用者定义的话 一定是在插入这边一个程序 有没有程序里面的话 请你用到function 那名称的话呢也许叫什么 刮符自算加个函数好了 OK按个确定 那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帮我们产生的是这样一段 一个function 而且前面一定是public OK那你不要没事 像之前有同学是插入的时候呢 把它改成private 如果你用private的话 那在插入函数的时候就不会出现了 private它因为只限 所谓的private是私有的 意思是不共用 我不给其他的地方使用 那哪边可以使用呢 只能够在这个模组里面 被其他的模组 被其他的程序呼叫 才能够用到 就是说你如果用private的话 刚刚有同学问到这个问题 私有的 只有在这里面才能用 那外部的 比如说插入那个函数的时候呢 因为你把它共用关掉了 结果它就抓不到了 OK所以记得一定要是public的 是共用的才可以 所以这部分的话 刚刚同学有提到 所以我顺便讲一下 那基本上以目前各位会用到的机会 其实暂时还没有 大概你就public就好了 还不太需要用到private的这个部分 所以基本上这个改一下 function public按确定 那再来的话呢 它要改哪些地方 再来就是说呢 在瓜屋里面预设是空的 那你需要跟使用者要一些资料 所以呢你可以什么 参赛者资料 或者你用参赛者资料 也可以啦 我这边用个资料两个字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使用者就知道说 要给你资料 那给你资料之后呢 那你要怎么样 你要去抓到这个资料之后 再给底下的程式去做一点什么事 那其实基本上 其实如果你上面 这个底下的程式如何拽写 其实有一个诀窍 如果你上面的这个sub写完之后 其实你下面的东西 可以用上面的程式直接拿来改 很快就可以改完 那改的技巧是 它因为 像那个sub按钮按下去 它自动帮你完成 所以需要回圈 可是呢 在function里面不需要回圈 所以你把furnace避开之后 头跟尾避开 然后你中间的程式 把它Ctrl C一下 贴到这个底下 贴下来之后的话 其实再改一点东西 其实这个function就完成了 哪些地方呢 因为它缩牌好像缩太多了 我习惯把它减少缩牌 缩牌是Table 减少缩牌是ship加上Table 有没有 Table ship加Table 那你想说为什么要缩牌 主要原因是这样 因为你有一个 就是你有缩牌的话 这样一目咬蓝 然后这边if and if 也一目了然 像刚刚有同学是 有打for忘了打nest 或者有打if 忘了打and if 那如果你有缩牌 我就一目了然 我一看 你就错在那个地方 但是如果你没有缩牌 就会看得很辛苦 所以这样的话 有助于你撰写程序的时候 比较不容易发生错误 OK 另外刚刚同学问到说 那前面这个东西是什么 绿色的字 其实这个绿色的字 主要是一些 让你自己看得懂的注解 那我的习惯是 会用那个数字打在前面 表示步骤 那每个人写作的习惯都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只是要写给你自己 将来回头看会比较清楚的话 这个没有太固定的那个形式 那我的习惯 我是给各位一个范本 反正你就照着参考 但是有打注解 跟没有打注解 其实应该会差很多 对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把这些注解全部拿掉 你可能根本搞不清楚 这里面在写什么 但是如果加了注解之后 会感觉比较友善一点 突然感觉 这程式好像 顿时间好像感觉 你突然看懂了 对不对 其实你根本不是看懂程式 你是看懂程式上面的注解 对不对 所以其实有打注解跟没打就差很多 所以这些 这些全部每一行都我自己打的 我也没有复制贴上 你们在云端上面看到每一行程式 从头到尾都是我自己打的 没有一行是复制贴上的 为什么 因为我是用 我看到做什么去把程式写出来的 所以当然这个能力 其实当然要马上可以办到不是那么容易 不过我觉得是可以有一套方法 可以让你们可以学会的 好 那这个注解的话 给各位参考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把回圈的部分略过 复制贴过来 好 再来的话 资料过来的时候呢 原来我们是去哪边抓资料 去A栏里面用什么 用Sales去抓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资料现在不是从Sales 特别重要 方选不是自己去用Sales抓 而是从什么 使用者给你的 所以你可以把资料 复制之后 把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资料 因为使用者会给你资料 你填上去了 那你只要看到Sales A栏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成资料 所以有三个地方 一个两个三个 好 那最后记得一件事 他会把结果丢回去哪里 前面是丢到B栏 可是这个方选是丢到哪里呢 丢到自己本身 所以特别重要 丢到自己 那请你把这个自己的部分 这个Sales B栏 改成什么 改成自己 OK 程式写完了 其实什么事都没有 大概就改了几个 一 把原来的这个Sales 这个地方改一下 它本来是Sales A栏 意思是说从A栏里面去抓资料 第一个 第二个是 丢回去 本来是丢回去到B栏 比如说丢回到这里 这里 那这个是地方资料 丢给他自己 那你油标放哪里 它会再丢到那个储存格的里面 所以程式写完了 OK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其他都一样 因为这个刚刚都讲过 所以我们就不赘述了 那最后我们动手看看 到底成不成功呢 瓜胡子要喊 跟你要个资料 给他资料 按个确定 再向下填满 放开 好 结果 不过 有一点好像没有很完美 哪里呢 就是 它 这个地方 没有资料 没有瓜胡的 它会变成零 但你会想说 这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呢 当然是可以啊 可是要怎么解决 我们来看一下 回过头来看 那你想说 为什么会变成零 因为如果有资料 它就会去帮你处理 这是没有问题 可是呢 如果没有资料 它就跳过了 所以跳过 等于是跳过什么 丢回去给它资料的 有没有 所以它这个函数 就没有任何接到 如果没资料的那个来源 如果没有资料 它因为这个函数 预设的值 它是零 那就会发生错误 那怎么办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可以在这个else 这个地方 一幅的中间 加一个 因为这个 叙数是一重逻辑 就是只判断一种 那你可以判断说 如果它不等于零 就是有资料 做这件事 这个地方你可以加个反之 else Enter一下 就是说 如果它有找到资料 那就切出来 反之的话 那就做什么 等于什么 这个地方 给它一个什么 空的东西 就多这两个东西 多这两行 反之 反之就丢给它一个什么 没有东西 不然的话 它预设值就零 零丢回去 看到怪怪的 好 就这样子 做好之后的话 油标再放回去 你只需要 再把油标放到上面 做一个打勾 打勾它就重整一下 OK 打勾 有没有 零不见了 不得了 这里面 我们把这地方 丢一个空字串进去了 这样子的话 全部就OK了 所以如果你要把刚刚的公式 已经做好的东西拿来改 其实很快 我刚刚主要是把回圈里面的东西拿过来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所谓的自定函数 可以自己定义出 自己工作上可能会用到的函数 那当然 刚才今天还是第二次上课 各位还是不要太心急 反正至少 我们可以先把整个流程 至少让你知道一下 可以做出的这个效果 那至于完成的程式码 在云端上面也有 所以请各位 再去参考一下 也许如果实在是 还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 每一行都自己打的话 那没关系 你可以先至少 复制贴上之后 把里面的结果先软软看 如果可以就修改部分的 你可以拿我云端上面 的完成的程式码 拿来稍微动手改改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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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